紅白蓉愛麗絲 產後太感性 無時無刻哭不停 只要有朋友開玩笑說 你寶貝長得好像男生喔 哭了嗎 這也可以哭 我連打開電視 我看到 紅白蓉愛麗絲 然後就開始哭了 為什麼一台朋友 沒有放贏這樣 這個沒關係 謝謝 謝謝 我是Selina 我是拿到 歡迎收看小宇宙三三號 其實根據兒福聯盟的一個調查 他發覺說其實有這個 有養小孩這個父母親 媽媽呢6乘5呢 是有覺得說感到壓力的 我剛剛我光沒有生 我就想到 要生小孩 我就覺得很有壓力 一定要思考到 真的很清楚 覺得說我OK 我們現在可以生命 承受這個負擔了 我覺得才要去努力 對 因為其實 可是有些時候不是說 什麼事情都是你計畫好 比如說我想三年後生 有些時候 他就突然就來了 是 沒錯 可是我就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還是在計畫中 好 我們今天可能 可是我們都有點各說各話 好 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一天我知道 你可能就會突然 你在問自己鋪路 我沒有 想說媽媽有在看 讓她有心理準備 先問一下這個 愛麗絲 就是你自己覺得說 有了小孩跟沒有小孩 你這個人生的差別是什麼 我覺得某部分來講 有小孩以後 之前這麼黑白嗎 沒有小孩之前呢 你覺得人生 就是只有一個顏色 他每天都會給我好多驚喜 有一天起床 他竟然會翻身了 有一天起床 他竟然叫聲變了 有一天起床 他竟然認得我了 妳現在講的是原仔嗎 或是妳小孩 在跳了 而且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以前只要出國買東西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殺到鞋店 當然 我太愛買鞋了 對 可是我上個月 我帶女人回日本 我就跟我老公說 今天讓我出去逛街一下吧 我第一件事情 就往鞋店的方向走的時候 突然路中間有一間 馬上要拐進去 你知道喔 我就直接先拐進去 拐進去之後 所有買鞋的預算 全部都是買小孩衣服 你會忍不住 你知道就像獨影犯了 妳就會一直拿 一直拿 然後後來要結帳的時候 以前我只要是去買東西 他跟我說 妳加入會員 我們打九折 或再送妳一個什麼禮物 我心想我哪有空 而且我下次什麼時候來 對 那天去買童裝 他跟我說 媽媽 妳這個買了之後 妳幫我們填會員 我們不但給妳打八五折 以後小朋友生日還有禮物 我們還會幾點 我說好 妳不要講了 趕快給我 改變那麼多 我就覺得 這就是為人母啊 我好幸福喔 就有這種感覺 究竟是什麼樣的小朋友 值得妳這樣子 努力的付出 我們來看一下她的照片 我們看一下美貝的照片 這是她剛出生 還沒有滿月的時候 妳看她上面 這麼多 人生第一次被嬰兒催 對 她還皺眉耶 皺眉 然後就是我們兩個 就是 超可愛 還有表情喔 這時候還沒有滿一個月 然後我們常常就在 家裡地板上面 我很愛跟她玩自拍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她會隨著我的表情 換表情 妳有沒有發現 有 上面那一張我在笑 她就跟著笑 但妳有沒有注意到 她的髮線比較高 沒有… 她那個嬰兒不算啦 她那個嬰兒不算啦 嬰兒在沒有頭髮的 然後… 就是我們… 就是我上個月都在東京 自己戴她 太可愛了 每天就抱著她 接下來呢 是對夫妻喔 歡迎這個百榮姐姐 達明哥歡迎兩位 歡迎 好… 方向朋友出了一個書 是不是 對我們現在出了一本書 今天特別要帶我們的新書 來跟你們分享 對…跟你們分享 來我送給大家 謝謝… 超棒的一本書 我剛剛發了兩頁就哭了 今天特別帶來這本書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結婚了大概九年 然後從我們認識 然後到結婚 然後到我們有了信仰 然後到我們生小孩 然後到我們這個 整個過程當中 並不是一路都非常的平順 而是會遇到一些困難跟挫折 但是我們怎麼樣 從這個挫折當中再走出來 然後我們在九月中以後 就會有三場的簽書會 分別是在九月十五號 是在台南 星期天下午三點半到四點半 然後九月二十二號 星期天兩點半到三點半 在高雄 九月二十九號三點到四點 在台北 你要講地點在哪裡 沒關係我們這個… 可以上親子天下的網站上面 都可以查詢得到 港澳答太雄了 是的 所以兩位說真的 你們覺得這本書裡面 眼淚比較多 還是笑容比較多 其實都有啦 有勇氣比較多 喜怒哀樂都有啦 對 但我們需要面對一些 我們自己沒有碰到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最近自己 家裡面的孩子有一些狀況 是 我都聽不到 那我們大概一年前 發現這個狀況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是不能接受 可是一個過程 對 到我們接受 我們當然不能說 我們現在可以享受 可是我們可以面對它 而且是不是你們也是想要 借這機會呼籲所有新生兒的爸媽 都要去做這個篩檢嗎 聽力篩檢 因為這好像是可以在幾個月的時候 就篩檢出來的對不對 一出生在醫院當下就可以做的篩檢 這是選擇性喔 對 那當初是那時候還沒有篩檢 那時候是在五年前 並沒有 還有一種狀況是你篩檢OK了 但是它隨著年齡增長的時候 它會改變 基因上面它有一些問題的話 它聽力是會退化 所以父母親可能要特別留意 對 在整個六歲以前 像很多人他都覺得說 這小孩怎麼講話都沒有在硬 或者是我跟你講多 你給我回答C 然後家長有的時候就會覺得 你不專心 或者是你調皮搗蛋 但是有的時候 你要去想一想 會不會是他聽不清楚 還有口齒 對 然後自吃吃的聲音發 一直學不好 對 那可能這跟聽有關係 對 那我覺得 那可能真的 他覺得不一樣 因為我跟他講什麼 他剛剛沒有回我 他就不想聽你講 好 那你這樣一講 我也覺得我老公好像 是不是 你太吵了 成人 成人結了我以後 聽力的記憶也會改變 所以只是 人氣的話太囉嗦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兩個小孩的照片好不好 全家福對不對 對 這大概是四年前了 對 這是最近 對 那就我女兒 對 左邊那個就是 五歲七歲 今天其實呢 跟這個各位聊這個育兒經的過程呢 其實會有一些這個疑問 所以我們今天呢 起來專業的陳寶仁醫師幫我們做解答 歡迎醫師 哈囉 哈囉 一開始我們就來聊一下 各位 當時有這個新生命 真的是意外 還是說真的是計畫好了 我覺得被綁住這件事情 是很痛苦 所以我一直都是 跟我老公抱持著以後再說 先不要神 但是呢 就事情發生在去年的九月 就剛好一年前 我那時候還住在日本 有一天我發現我的下腹部很疼痛 就痛到不行 我跟我老公說 我是不是得了什麼怪病 還是有腫瘤 什麼盲腸炎什麼的 對 我們就去了醫院 還掛了診 然後我就從內科開始檢查 然後全部都照了那個 譬如說照X光 什麼都照 照音波啊 什麼都沒有 醫生說你去婦產科 我就說 喔 好 但我跟醫生說 不太可能喔 就你知道 我跟他說 你這樣只是浪費我的線條 你這樣挑逗醫生吧 他很堅持之下我就去了 然後我還去了一間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婦產科 據說牧村拓散的小孩 都在那裡生的 去到那邊 然後都做了檢查完 醫生說你沒有病啊 沒有檢查出懷孕 他也沒有說懷孕 他也沒有說懷孕 我就這樣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一直覺得好累 好不舒服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想說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哭咧 因為我臉上濕濕的 結果一看 全部都是洗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立刻把電話拿起來 我就打電話給保險公司說 這樣有沒有病 就是 什麼 你第一次不是斷業 有這麼缺錢是不是 這時候 電話響起來了 我想這就是神的旨意 一通電話來 剛好圈那一個 演藝圈的朋友 他說 阿里斯我們要出去吃飯吃飯 我說 我不行 我流血了 我真的不能去吃飯 你哪裡流血 我流鼻血 他說 要 你流鼻血 你一定懷孕了啦 我老婆就是那時候 先流鼻血 然後 才去檢查 所以我後來就去買了驗孕棒 果真就兩條線 你知道我一撤出來 你知道我 第一個反應就是開始 大哭 你還想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 我沒有心理準備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 人在東京的老公 我就跟他說 我懷孕了 他從電話那一頭就開始 她說 阿里斯老公說了什麼 全堂校班啦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 人在東京的老公 我就跟他說 我懷孕了 他從電話那一頭就開始 所以是他的計畫 沒有 我在電話那一頭就 我就說 你到底在笑什麼 他說 我一直以為我不能生 原來我還是有用的 所以老公很開心 他的意思就是說 原來我的小蝌蚪 是好好的這樣子 這個流鼻血跟懷孕真的有連結嗎 對啊 大家不要以為一個地方沒出血 會從另外一個地方流出來 不過我要講 懷孕的人 的確比較容易流鼻血 因為他的微血管比較擴張 長自發性的流血 但是流鼻血不代表就 懷孕了 一定是懷孕 對不等號 那白龍姐你們呢 聽說你的懷孕過程 其實滿崎嶇的 我上次懷孕的時候 我流鼻血 是看到他們穿衣服流鼻血嗎 不是啦 大概結婚到七八個月後 就懷第一次 我就開始左鄰右舍上上下下 全部的人就開始跟大家講 然後就分享這個喜悅 然後就講了 結果講完後沒兩個禮拜 突然有一天就下午 就也是覺得肚子悶悶痛痛 然後就很像又要 快要來月經那樣 我想說不對啊 我不是懷孕了 怎麼會要來月經 結果就那天就是 就憑尿 一直要去尿一直要尿 結果後來我就去 下午尿了以後 突然我看到那個馬桶 我都嚇死了 然後我就 當場我就想說完蛋了 大事不妙 然後我就自己跑去 然後他那時候在拍戲 沒有辦法陪我 我就自己跑去醫院 然後那醫生就幫我照抄一波 然後檢查了以後 他就說 就是可能就 流掉了這樣子 那時候就真的很難過 然後第一個很傷心 第二個是 我怎麼跟那麼多人交代 你知道嗎 我講了 然後這樣換天洗地 然後突然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長輩 我就覺得好難開口 大概又三個月之後 三四個月 他是屬於那種 革命一定要成功的 對 然後所以我三四個月之後 我又懷孕了 哇 那這一次 有比較小心了吧 有比較小心 而且呢 我把原本的工作都辭掉了 然後我就去上一個比較輕輕鬆的班 然後 在那時候我就開始不敢跟別人講 不是迷信 而是我又怕讓人家失望 然後我就自己就懷孕到了兩個多月 我就很高興喔 因為我覺得過了我上一次的那個 危險的時間 然後我眼看著 我就要可以領到媽媽手冊 三個月 十週上下就會發了 對 就會發 我眼看著我就要拿到那個手冊了 結果也是一樣 有一天 我的肚子又開始那樣悶痛 我就趕快自己跑到床上去躺平了 我就想說完了怎麼又來了 然後就躺躺躺 然後我就一直撐都不敢站起來 然後他又在拍戲 我就打電話跟他講 我現在肚子有一點痛 結果他就說 那你趕快躺下都不要動 我就一直躺躺 躺到晚上 我終於忍不住要上廁所啊 我就一直站起來 我就覺得下面 就是又是一陣那種 而且是很多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去廁所一看 又不行了 結果就馬上又到醫院 然後醫生又是一樣 就是說流掉了 後來懷到了第三胎才成功的生出來 前面這兩胎流掉 我其實非常沮喪 因為我覺得怎麼會 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那我跟你老公剛好不一樣 我是絕對 絕對相信我可以順利把孩子生下來 可是所以有的人就不要太有自信 但這事情發生之後 第一個他也不接受 第二個就是覺得說 我們當初講好說 不要那麼快生孩子 他本來一直堅持 可是當我在電腦網上看到他寫了一個 他沒有跟我講 他寫的送寶寶日記 我就覺得我對他有個歸欠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每天都在忙拍戲工作 他也在忙工作 所以我覺得好像對這個事情 我有一些一些自責 我覺得好像應該要做一些什麼 那我也安慰他要幹嘛 可是當我上網 再看一個資訊的時候 其實我會被嚇到 因為他們說 往上說的 如果你連續流產兩次以上的話 就有百分之五十在流產的機會 就因為下一胎再 如果再懷孕的話 會變慣性 這種數字就讓我就壓力很大 我就想辦法去規勸他說 可不可以就不要 先比這麼急 可是反而還是 可是反而還是 革命上會成功 那你就不要一直 沒有 想要再 沒有 想要再 那是兩次 那是兩次 第三胎的時候是到了 大概三個多月的時候都很健康 我們就很高興啊 比前面的時間都長嘛 是 可是當我們去做檢查的時候 又出了問題 大概四個多月的時候 就有一天我們去照常一波 小孩那頭啊手腳喔 都很清楚了喔 然後突然他照到頭的時候 我就連我都看得很怪 兩個那個頭圓圈的嘛 然後分成一半這樣 左邊右邊 然後左邊裡面喔 就有一個黑黑的這樣 一個圓圈圈 然後那醫生本來一剛開始都是 跟我們在那邊聊天 然後他突然看到那個時候 他就有點安靜下來 他就愣一下 然後就開始很仔細在那邊照 然後你知道我那個心臟都快要跳出來了 就他就跟我講說 小朋友的那個腦室裡頭 長了一個水泡 而且不小 他的腦 我這樣講 他的那個腦室大概是兩公分之徑 然後他那個水泡大概是 0.45公分之徑 其實很大的耶 快一半 然後接下來醫生又說了一個 讓我們沒有什麼安慰的話 就是說長一邊還好 如果長兩邊叫做 就會極有可能是 過了兩個禮拜 好像不到一個月 對 我們再去做檢查 可是那兩個禮拜 超艱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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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早上都在哭 就是一早上起來 然後看到自己的肚子就開始哭 因為你會覺得 因為那是自己的孩子 對 你不可能不要他 他沒有那麼大的感受 因為不是在他的肚子 我是在你背後 我不敢在你面前 男生其實也是 男生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真的藉著教會的禱告 後來這個孩子 我們再去做檢查的時候 她的那個老師的那個水囊 自行消失 自行消失 吸收掉 會吸收掉 所以也跟電視前面的這個 懷孕的媽媽 就是說不要擔心 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先把心安靜下來 有時候會自己嚇自己 對啊 會想很多 會想太多了 所以這個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陳醫師 就是說其實懷孕的婦女 其實他們真的要承受 非常非常多的壓力 不管是因為爸爸在你肚子裡面 到底健不健康或什麼 所以他們要怎麼去調適 他那個心情 首先這是比較不幸的過程 對面的小朋友 你要謝謝爸爸媽媽 受生命把你養到現在 他們都很健康 其實100次的懷孕 本來只有12次到15次的小孩 是養不大 也就是流生率有12到15 比你這麼高 連續兩次流產大概有5% 也許你會覺得身邊沒那麼多 因為有些人神經比較大條 他可能月經晚幾天來 比較多量 其實可能就是一次流產 不過在於這個懷孕過程 我非常支持達明剛剛講的 我們常覺得這個 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 萬般無奈想不到 所以你前面 以為過程很多 後面其實反而沒事 那懷孕的媽媽 不胡思亂想才怪 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做 對 胡思亂想才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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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媽媽有很多好好玩的問題 他說陳醫師我跟你說 我這幾天一直咳嗽 然後我今天我老公騎摩摩托載我 那個有一個洞 動了一下 那個 他就一直在問我會不會腦震盪 腦震盪 我就很委婉地跟他說 應該不太會 可是我不能保證他以後一定會第一名 我給父母親一些小建議 尤其是媽媽 媽媽其實在懷孕過程當中 有任何不舒服 我會比較建議要能夠說出來 可是我要講說出來要平和地說出來 不能說 納豆都是你害的 你看你弄我這個害我的全身不舒服 你說身體心理的都要說出來 對 其實但是要平和一點地說出來 就不是直接指責對方說 都是你害我的啦 家人其實要扮演的反而是一個 甚至這個支持我要講一下 尤其是老公的話 一定要到 老婆不管怎麼樣到家庭 但不管最後怎樣 因為我們遇過很多狀況 永遠有人比你慘 但是我都會跟我的產婦 或者是家屬們講一件事情 其實不管怎麼樣 這都不是誰的錯 不是媽媽的錯 不是大人的錯 也不是誰哪裡的錯 我們遇到問題就好好處理就好了 其實小朋友也是一樣 我們遇到很多問題 也希望能夠講出來 大家一起來陪伴解決 這才是最正確的 是 好 剛剛講到這個 懷孕的部分 接下來跟各位聊一下 卸貨的過程 生產的過程 大家順利嗎 阿力士 前一天我要收行李 要去醫院的時候 我是有點緊張啦 但是我緊張到後來我想一想 我終於要解脫了耶 你知道那個肚子有多重嗎 因為後面那兩個月 我幾乎每天都是這樣斜躺著的 腰會痠啊 我只要吃一點東西 它就會頂到我的胃跟我的肺 一般人很少知道肺會痛是什麼感覺吧 我到了醫院的那一天 你知道嗎 我住院的時候 我吃得好睡得好 我好開心喔 我想說 我隔點眼睛醒來 他就要走了 他就出來了 他就出來了 我以後就可以趴睡 還可以翻身 還可以跳高 我就想到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就很開心 所以呢要到早上 八點鐘要開刀的那個 前面的一個晚上 我睡到 我做了一個好棒的夢 我夢到我去迪斯奈樂園 然後呢 童心很重 就整個睡睡睡睡 睡睡睡睡 睡睡睡睡 突然間要咚咚咚咚 我想說 我在哪 我在哪 這是醫院 你知道嗎 護士我爸媽每一個都鎖在門外 一直叫我起來 因為 叫不起來 因為我睡過頭了 後來我就到產房裡面 我還走到那個開刀室 我還跟我家人說 拜拜 我出來的時候就會跳著出來 喔 我出來的時候就會跳著出來喔 然後就還在得意 一進去到手術台 然後就看到上面 就是真的像電影演的 就會有手術燈 然後他就會把你啪 腳打開 你全身四肢就被綁住 你知道五花大綁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當然他就要開始幫你做一些 可能事前的準備 很害羞喔 然後醫生就說 你緊張嗎 我說我很緊張 我心想 你快點 我不要聽歌 我剛選歌就選了半個小時 他就轉過來喔 他就開始喔 西洋老哥你喜歡嗎 我說真的耶 我說西洋老哥我不熟耶 他說你不熟就是那個 Wakeem out before you go go 這一段過程你腿都是打開開 在那邊跟他聊天 我就是這樣綁著 而且還在準備要的那個階段耶 他還哼給我聽 我就說好隨便 就這一張了 太誇張了 對他放進來 然後他就開始放音樂 慢慢慢慢就覺得 好沒有什麼 我就一直禱告 我想說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會很順利 就在這個時候 我聽到手術室門 砰被打開 為什麼 我就聽到一個媽媽 救我 好痛 什麼 有一個媽媽 她臨時來掛診 因為她好像已經快生了 那因為這種時候 醫生不得不接 所以她就把它放在我的旁邊 我們中間只隔了一個像帘子這樣子 真的 然後你知道我原本的心情是很平靜的 我有上帝 然後我有西洋老哥 我想說 我想說 會很順利 會 我已經 一直在深呼吸 我跟我自己說 我準備好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個媽媽 我要生了 而且她那種時候一定超痛 就是叫的會很生死力竭 很生不出來 她好像已經就是開好幾指 然後生不出來 對 生不出來 然後你又看不到她 你就一直聽到她在嘶喊 後來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不管你要幫我打什麼 你現在就直接打進來吧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那我要打囉 她好溫柔 奇怪什麼 妳跟醫生那種感覺 對不對 對 我有點像 因為她很... 對 調戲什麼 她沒有調戲 她沒有調戲 她就很溫柔說 因為她就很溫柔說 她說那我現在要幫你打麻醉囉 你開始會慢慢覺得身體涼涼的 然後涼涼涼到這邊以後 你會開始就覺得很困很困 然後我聽她講話 我就覺得我好困 然後我就說 她就打了以後 我說醫生真的涼涼的耶 她說你有沒有很困 我說好困喔 我說那麻煩你了 然後我就開始胡言亂語 再醒來的時候 就是同樣的一個場景 我眼睛睜開 然後我就轉過來 我就看到我女兒在旁邊 然後她就... 然後我之前要生之前 每一個護士都跟我講說 媽媽在那個情形 所有會講的台詞 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想說我是誰 我怎麼會跟別人一樣 我說我一定不會一樣 我眼睛一睜開 我看到我女兒 結果我就跟大家講了 一模一樣的話 她好嗎 她健康嗎 對 她的手指頭都有嗎 然後護士就說 她很好 她三千兩百克 她很棒 妳可以休息了 那一刻就整個到 那是媽媽開口 對看她小朋友的第一句話 一定都是這樣 因為妳第一句不是開口說 隔壁那個媽媽還好還好嗎 妳就先問這個 我又沒有這麼熱心 這麼熱心 我就選比獎算了 我還關心她生了幾克 好 那白龍姐妳呢 妳還好嗎 她生出來那個 我們頭一胎生下來的時候 也是白龍姐 叫我把小朋友放在旁邊 她有陪我 她有陪她一起 她要看那個手指頭 我那時候還搞不清楚 看手指頭幹嘛 還看腳指頭 丈夫在陪長過程中 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因為 不要站錯位置 不要自以為是 不要自以為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就 因為我知道她很痛 那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說 沒關係人耐一下 她靠近我 她一直握我的手 然後說加油 然後我就說 我支持妳 我支持妳加油 我就說妳給我滾 滾 滾 因為妳是始作詠者 我說怎麼怎麼 她說妳身上有一股熱氣 妳離我遠一點 對 因為她一直對我講話 然後就一直噴口水 然後又有那個熱氣 我就覺得我快要瘋了 我痛成這樣 我還要跟你講話 其實她很痛妳知道嗎 她已經 廢話那當然很痛 對啊 我怎麼知道 我也是站在鼓勵的這個 所以怎麼辦 所以那個最好丈夫在旁邊 就是不要發 不發異語 就是支持就好了嗎 就是等我叫妳來 妳再來就好 對 我第二次就沒有講半句話 本來一剛開始人家問我說 妳要不要打那個 無痛分娩的那個針 然後我就說 不用應該不會那麼痛 而且人家說 妳就算打了 妳最後還是要拔起來 結果後來我真的痛到最後 我就舉手跟護士講說 妳要不就給我打無痛分娩 要不就妳就推進去幫我開刀 我說 妳再不讓我生 我要回家 對 我就直接說 我要回家 然後我就起身 我就要走 結果四個護士 妳在認識什麼 我跟妳講 我認識她那麼多年 就是說她在要生小寶的時候 生我兒子的時候 我覺得她怎麼變了一個人 真的會發瘋 我都不認識她了 生完了以後我真的不騙妳 生完我只是覺得 我很像是便秘很久 然後突然把她打出來 然後馬上我就整個就好開心喔 因為妳有打麻藥 所以妳會覺得 我是清醒的 清醒的 我生完以後 我只是覺得我去上完廁所了 然後我就 太過分了 就妳也 太容易忘掉前面的痛吧 妳形容得太難了 對不起 反正 反正 對 反正 可是心情就超舒暢 可是我第二胎喔 我就真的覺得好幸福 我也是自然產 可是 我前後只痛了半個小時 我小孩就生出來了 那很好啊 對 可是我生完以後 我覺得我好累喔 沒有像第一胎那樣 立即就恢復體力 體力下去 我就開始覺得 哇 我覺得 怎麼好像沒有 連手都抬不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被推到恢復室的時候 那護士就三不五時 就把我的棉被掀起來看 然後他就說 妳趕快揉妳的肚子 因為我們那個子宮要生完以後 要把它揉回來 原子宮是這麼小喔 回到原來的位子 可是啊 因為我就很痛 然後我收縮不好 所以我就 一直在沖血 所以就一直流那個 後來準備要輸血了 血就像那個水龍頭一樣 這樣熱血 我就在床邊看 他看到其實他也傻眼 我都嚇到 對 結果後來那護士就說 妳已經快不行了 我們要趕快幫妳用藥 於是就幫我喊一個舌下含片 他就說 妳吃完這個藥之後 妳會發燒 我就想說好 那發燒就發燒吧 結果過了半個小時 他的發燒是這樣 我全身開始冷到不行 發抖 牙齒真的可以聽到那 這樣子喔 然後一直發抖 他們就開始拿被子給我蓋 然後拿燈給我照 結果那個燈 我只記得那燈 太虛弱了 我就失去意識 然後我睡了大概好幾個小時 然後到病房我才醒過來 所以這個喔 對於說大家生完之後 一定會坐月子嘛 所以坐月子上面 我們問一下陳醫師有沒有 因為感覺像坐月子 很多中國人一些禁忌啊什麼 那那個跟譬如說西醫會有些抵觸嗎 或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我想中西醫的見解到後來是一致的 簡單的概念就是在產後月子 要注意是營養均衡 多吃多餵 因為要餵奶嘛 所以你常常水水多補充一點 第三個要適當運動 那最後一個是要適當的休息 以前討論比較多的是 能不能洗頭啊 洗頭對 洗澡 到底可不可以 其實那個以前的禁忌 是在於水溫控制不是很好 空調不好 其實重點是不要吹到風寒就可以了 我老公就不懂為什麼 你要把自己關在一個地方 關一個月 日本人沒有坐月子 坐月子其實是可能中國人 或是台灣人的文化 對啊 所以日本人他們就是生完五天 就回家了 還要自己帶小孩 所以我老公就覺得 你根本就是 他一直都這樣覺得啊 因為我一直跟他解釋月子 OK 講到餵奶這件事情 餵奶對各有造成 怎麼都一連串辛苦的過程 苦惱還是快樂比較多的 哪裡是 生小孩真的不辛苦 我覺得餵奶這件事情 還有賬奶這件事情 真的耶 是我人生到現在我覺得 如果男生當兵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覺得我賬奶跟餵奶 就是同等一樣 我去過成功嶺 真的 一樣的道理 真的假的 我身上有徽章 我一定要解釋 因為我生完小孩以後 我覺得因為我是剖腹 所以其實我是後面復原的時間 比較辛苦 我是生完才開始痛苦 然後我開始去坐月子之後 我就開始譬如說 降奶的問題 那你知道因為女生 你第一次要哺乳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乳腺都是塞住的 一個人在乳房裡面 它有多少乳腺 它就像是一條一條隧道 全部都是塞住的時候 就要有人從這邊 開始把你每一條管道 全部都推到 推啊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像 揉麵糰一樣 那是什麼東西跑出來吧 就乳 就乳 小朋友要 就母乳 不然咧 就是被別人 愛里斯說了什麼 讓全堂的笑翻啦 就有人從那邊 開始把你每一條管道 全部都推到 推啊 我想那個真的像揉麵糰一樣 那是什麼東西跑出來吧 就乳 就乳 小朋友要 就母乳 不然咧 我有綠豆湯 我以為是被 油奶放久不是會結塊嗎 它其實也是會塞在那裡 所以你就很像你的血管 或者是你很多身上的 一個一個就被擠 我記得那時候有多痛是 我那時候在月子中心的房間裡面 我請了那個人來幫忙 就是護理師來幫我推 可是我痛到受不了 所以我開始尖叫 然後我開始一直踢床 然後我眼淚一直掉 我很想打他 所以後來我就拿了一塊毛巾咬著 你知道就是咬著 然後這樣子 然後眼淚一直掉下來 這時候呢 我這個傳統日本大男人的老公 就不小心進到房間來 他就看到我那一幕在床上 然後這樣一直抖 然後一直痛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時候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到現在都覺得一輩子忘不掉 他跟我說 你以後開口就好了 你要什麼都我來做吧 你這樣太辛苦了 他看到那個痛 他第一次覺得說 其實你很偉大 然後剛好我在坐月子的中間 經歷到我人生第一個母親節 我老公後來去買了一個 我很想要的禮物 但是它很貴 他買來的時候我就開始罵他 我就說 你幹嘛花這麼多錢啊 現在生小孩已經花很多錢了 你好浪費喔 他就看著我說 再多的錢 我都買不到這麼可愛的女兒 所以這是值得的 貼心喔 因為我沒有發生過這過程 所以我一直以為小孩生出來 我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沒有發生過 真的沒有啦 真的沒有啦 你這樣自己強調 我只是說 我也是以為小孩就是生出來 然後你就直接把他的頭 塞到媽媽的胸部 他就會幫你吸 然後奶就會出來 不是這樣喔 還有人幫你推喔 隔太久不擠的話 他又會塞住 那小孩因為剛出生 他其實也不會 所以他力量不夠 像我兒子推過來喔 每次都只是在 只是在空氣在那邊吸而已 他其實吸不出來 吸不出來然後他沒有吃飽就會哭 對 然後他就哭很大聲 然後哭到整層樓都覺得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那個護士就說 一定是你根本就沒有再餵到他奶 所以他要把他推回育嬰室去 餵一些配方奶先 不要讓他餓著嘛 對 結果你知道他哭到 那個護士推他回去的時候 我是用跑的耶 你為什麼 太餓了 推車在撸回去的時候 就這樣跑回去 因為太大聲了 褲上整層樓 媽媽都打開門出來看 聲音怎麼這麼紅臉 對 發生什麼事了 結果後來我也是 也是月子中心的人來幫我推喔 然後你知道一剛開始我想說 那是不是SPA按摩那一種有沒有 是很舒服的那種 有沒有SPA按摩 慢慢摸 他捲起袖子來那一下 那我就覺得很大開 要用全身的力道那種 你有用那個機器嗎 有啊 你就會覺得這很像農場那種 像那種乳牛 真的 你知道因為你要擠 慢慢…你的量很大的時候 所以有個機器像乳牛那種 它就會吸的 兩個就像你吃過農場 你看到乳牛這邊會有兩個 像是那種漏斗的形狀 那我們男生就是做乳牛搬運工人 就對了 對 擠得差不多就放到冰箱裡去冰幹嘛 對 每天都在做這種事情 那一開始如果沒有揉 可以直接就塞那個就是 不行… 它吸不出來 它吸不出來 你要先通 所以你知道每天就… 對 而且是每隔四個小時 你就要弄一次 對 所以有時候你睡在半夢半醒間 你就會起來 然後就弄 然後就開始… 對 尤其是這半夜都很安靜的時候 又有用手動的 對 因為你如果不擠 你要再經歷一次被人家推的那個 走的又塞住 對 問一下陳醫師 到底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們這個 比如說要哺乳的婦女 比較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其實最好就是 早點餵奶 然後多吸多胃多按摩 講起來其實很簡單 但是幾乎每個或多或少 都會經歷這種乳腺浴肌 或者乳腺炎的階段 所以就必須要被遭受那個 不只是抓奶龍抓手 那個叫做 推奶龍抓手 大家知道 那個其實滿殘酷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不要中斷 寶寶有需求 或你有脹其實就要排空 第二個有的時候 短暫的乳腺不通 乳汁會減少 我們會多鼓勵 湯湯水水多補一點 比較有名的兩個產品 一個就是豬腳燉花生 還有現在黑麥姿很流行 好 那各位這個 生完小孩之後 有沒有發覺說會變得比較愛哭呢 比如說我帶他去打預防針 我就在醫院哭到稀哩花啦 就是你看到你生出來的小孩 然後就腿上面被扎針 你這樣那一顆他沒有哭耶 他就這樣 繼續睡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只要有朋友開玩笑說 你寶寶長得好像男生喔 有哭了嗎 男生 睡也可以哭 睡 我跟妳 我現在好多了 因為現在已經給我四個月的時間 開始調整 我已經開始比較有鋼鐵心 白龍姐妳也有這樣的情況嗎 對啊 而且我是除了對小孩之外 我會覺得對整個環境 比如說我連打開電視 看到 就馬上淚崩妳知道嗎 就是微微的整個洞 我大自然妳知道嗎 因為整個地球 因為你們小孩子將來要在地球 然後拿過來一看 她說要排骨便當 我買排骨便當 然後就開始哭了 為什麼 因為排骨便當裡面沒有放滷蛋 沒有滷蛋 這個沒關係吧 會很容易 很容易 趕上 如果今天我是個劇團 我要做一個悲劇的話 找一堆 剛剛生完小孩的媽媽來 我整個超拉動的 很好哭 可是我們現在聽覺得很好笑 可是如果媽媽在那個時期 如果沒有照顧好 或沒有得到好的關注 是不是很容易變產後憂鬱 對 所以我其實到我小孩十個月的時候 我那個整個壓力就爆發出來 她有時候睡覺做夢夢醒 醒過來第一件事跟我說 孩子不見了 我說蛤 她說孩子現在在後車廂 趕快去找孩子 我夢到 我把小孩放在後車廂裡頭 忘記了這樣 所以我常常會這樣 而且到後來十個月的時候 小孩十個月 我帶他出門 我就開始很緊張 然後就發生 對 大概兩個月 心靈 想像身體的那個狀況 除了憂鬱之外 有沒有曾經崩潰的一些事 因為我老公他是日本人 所以他聽不懂中文 所以我們那時候辦出院的時候 包括你一天要給他吃多少奶 你接下來什麼事情 接下來期待要怎麼處理 然後你幫他洗澡 要怎麼樣換尿片 就是你所有的資訊 你要在一個時間之內 所有進入到你的腦子裡 重點是你每天都睡不飽 因為寶寶 你要餵他 到了晚上三四點 你要起來擠奶 早上七八點他要來喝奶 所以你就是精神很差 所以我生完那兩個星期 我 我看到我老公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想哭 我看到電視 我就只是 露點究竟有多低 忍人傻眼啊 我看到我老公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想哭 我看到電視 我就只是 這麼難得 後來兩個禮拜後 我去醫院 給醫生復診傷口的時候 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這邊 稍微清場一下嗎 他說你有什麼事嗎 我說 我說 我只講我說兩個字 我就開始 一直哭一直哭 我哭到那種 我明明很快樂 我是媽媽我很快樂 可是為什麼我一直哭 結果後來醫生就 他說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同一個是不是 同一個 對 同一個 對 因為跟健身同一個 有聯繫 這裡有聯繫 不用擔心 他說不用擔心 你這就是產後憂鬱症 我告訴你 十個媽媽裡面有好多個都是這樣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你懷孕的時候胎盤裡面都是荷爾蒙 那如果呢 你現在小孩生出來之後 胎盤已經拿出來 荷爾蒙一看一口氣 啪就開始變化 好啦 我知道講那麼多 你也聽不懂 反正你知道就跟女生越進來 還有更年期的時候一樣 你的情緒就是很難 很難控制 你會難過 你會有起伏 所以呢 你也不用太緊張 你知道他講完這話的時候 我突然就覺得你知道 整個人就是光明燈點亮啦 因為你知道原因 我知道原因 然後我發現要哭不是我的錯 是荷爾蒙的錯 我總不能跟荷爾蒙過不去吧 我們產後憂鬱症有分三個部分 一個叫產後心情不好 這最典型的 兩週自然就會好 另外嚴重一點點叫產後抑鬱症 它有點像真的有你憂鬱症的表現 更嚴重的 如果超過三個月都沒有好 甚至有點自殘的傾向 那個叫產後精神病 不過絕大部分都是像愛麗絲這樣子 這個部分我們通常 不是給他荷爾蒙 我們給他三個建議 第一個說出來 他很好 說出來哭出來是最好 第二個尋求醫療資源 醫療資源我們會解決他 讓他煩惱的事情 常常都不是真正的 要用精神科用藥 只要給他支持 讓他奶脹還有餵奶順暢一點 就可以了 那第三個很重要 是讓他自己更好 我曾經有門診 也有類似這樣的病人 後來原來他覺得自己變醜 所以安排他去打麥沖光 他整個憂鬱症就好了 你該不會有副業吧 對剩下的 他需要是真的 其實他最煩惱是 他搬一大堆 他心情不好 是 所以其實小孩你看 光從這個兒子知道懷孕 然後說我們要來生出來 然後到坐月子 可是到後來 小朋友慢慢養大的時候 其實就像 達明跟你們家經歷的一樣 後來發覺女兒 身體出了一些狀況 當醫生告訴我們說 幼兒是沒有聽力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開始我們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那裡 然後接下來 大概我們就要面對問題 可是在面對問題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跟百合都心理調適很長一段時間 那百合甚至都把自己關起來 有一段時間 因為她我覺得你應該是 那個自責感對不對 對 她一直在問我說 因為有一次寶妹 大概在兩歲一歲多的時候 她發高燒 那時候她在工作 那天我剛好拍戲回來 我就發現她不對 有異狀 我們就趕快送她去急診 那在過程當中她熱筋軟 就翻白眼 那到了醫院趕快急救幹嘛 大概好了 那我們就一直想說 是不是那個時候燒過頭了 以至於她的耳朵聽不見 那或者是剛生出來的時候 她身上有一些斑斑點點的 我們就在猜想這些問題 那天我其實非常非常沮喪 那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那我那天 大家都會說 你要禱告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全部都知道 可是知道不等於做到 其實那天我沒有跟白龍講 我其實非常 我的心情已經盪到谷底 然後我就走到那個 她抱著寶妹的 然後就出去到那個病房外面 那我就在外面逛了一下 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說 你要不要唱唱詩歌 我就隨口隨便唱了一下 突然有一個人跑過來拍我一下 我就想這人是誰 她就把電話拿給我 那電話那頭是我一個好朋友 她是一個棒球的明星 然後她的 她的媽媽的妹妹 她們兩個人同時到醫院來 帶著她的媳婦來做身體 就是來做檢查 反正那個媳婦是得癌症末期 她才餓死出頭 那你知道嗎 我當下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也去為她 祷告一下好了 我在幫她祷告的時候 我剛剛那個沮喪跟那個難過的情緒 就不見了 就是你知道我突然從我的問題走出去 看見她的需要 我為那個女孩子祷告完之後 我們就出來 出來就剛好就碰到 然後你知道那個女孩子 看我女兒那個表情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表情 就是充滿了那個愛跟希望跟盼望 然後你知道 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看到她們兩個人 一個是癌症末期的病患 二十歲出頭 另外一個是 耳朵聽不太清楚的我的女兒 你知道 你知道我這邊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個畫面好美喔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上帝給我們一個最美的畫面 你知道我那天就很感動 我覺得上帝好恩待我們 好像我女兒有了一個狀況 耳朵聽不見 可是她把那個化了妝的祝福給我們 那我想每一個家庭 對她們的難處跟問題 可是關鍵是 我們用什麼眼光跟什麼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相信 有一個祝福要給我們 我們的女兒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這不是一個咒詛 她是一個化了妝的祝福 總而言之我覺得就是說 透過今天的節目 其實大家也看到 當媽媽真不容易 那我們兒女要孝順父母親 除此之外 我覺得如果家裡面 有狀況跟難處的話 不要放棄 我覺得真的 會有一條路喔 踏出那一步 有愛花明有一村 其實真的很多的祝福會進來 是 最後要問一下我們這個小聯盟 你們今天聽了一整集 今天有什麼樣的感想 跟大家講一下 在家裡就是 跟媽媽就是直接硬著來 就是 硬著來 就是可能她工作回來心情不好 就是 我也不會就是關心她 就是 就是口氣就很差 可是自己下來就是 對媽媽就是改觀 就是 改觀 改觀 你應該是說那個時候 媽媽的辛苦 因為你還小 你不知道嗎 然後現在就是知道 為了我們就是 有那麼辛苦的過程 對 其實媽媽真的是很偉大的一個 非常偉大 我覺得當媽媽都是 每一個女性都是很了不起的 然後我覺得 你們出這書也很好 就是真的告訴所有的 如果你的家庭遇到這種狀況 你不要放棄 你不要緊張 重點就是你們 我們自己的心如果夠堅強 其實什麼困難 真的都可以度過 對 所以我們每一個家庭也都可以 是的 這邊所有一下 確認一下媽媽你們辛苦了 謝謝你們 真的辛苦了 也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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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星狗寶貝 細菁絕界超可愛 是不是都有教她一些才藝 她會算數學 一加一點多少 對 抱別的狗 抱別的小孩 她也會不開心 連我抱我老婆 她都要翻臉 那你抱抱看好不好 抱抱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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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爽耶 健康又美味 我們是大牌 跟我們一起做生活 我們是大牌 小宇宙禮 除了我們 誰敢叫大牌 全家一起動動動 我們全部都是大牌 超級電視牌 就是最大牌 接下來播出金頭納 你 Danish 成雅 trabalh旁邊是超級電視台 引ş隨風 超級電視台 Ki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